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远 Cherry OK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一个业配影片 然后这个业配的产品呢 叫做 Swag 它是一个对SPA进的一个网站 所以这个影片 如果UnderSPA水的小同学 最好是现在关掉这个影片 不要讲我没有警告啊 OK 我这边已经给温馨提示了 喂 谁的闹钟 OK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会去到一间 KL的一间酒店 然后跟那个 Swag进行拍摄 这个业配的一个行程 然后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Swag Swag就是这个 Swag上面的美女 她们都称为叫 Swag 然后今天呢 我们呢没有互诊了 我们今天一起串通 来诊别人 来诊外人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箭头是对外的 OK 跟你们讲一下我今天的 plan 等一下呢 我就会去到一间酒店 跟那个 Swag拍的东西 然后呢 我就要中途的时候 Cherry突然间被小明啊 大马六哥他们好像 带进来抓奸的那种感觉 他们就敲那个酒店门 然后他们就进来 然后我就穿着一个浴袍在那边 好像刚刚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会看到这个场面 他就会发脾气 然后他就会发很大很大的脾气 然后我就会 你的发脾气 你放心等一下小明会拎住你 小明你要把气氛炒到很尴尬的嘛 这个神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OK 所以大致上我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我们今天的二者目标就是 Swag 我们要弄到他尴尬 然后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那个酒店吧 Let's go OK 我现在就已经来到了这一间酒店 然后在我身后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 Swag 嗨 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好 我是可可 然后你的 Swag ID 我的 Swag ID 是 Swag ID 是 Swag ID 对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去追踪他的 Swag 对 然后今天呢 我刚才就已经有跟这一位 Swag 小姐姐沟通过 我们今天的整人计划 我们今天是要整Cherry 然后看着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所以 多一下子呢 我就会加加跟这一位 Swag 好像有亲密的举动这样 然后小明就会带Cherry进来这一边 就好像有一种抓奸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看Cherry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 开始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来 你看 上去跑了 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 我没有讲错了吗 真的是这样 你什么 拍过 拍过 拍过广告哦 广告是这样拍的 你自己讲的 广告是这样拍的 广告是这样拍的 为什么你拍广告你不可以接她 这样子就可以交出那个疑虑 没有 因为我怕他不能接受这类型的广告 他不能接受我 你讲罢了吗 先生 你没有讲 我更生气 而且我为什么要来酒店 是耶 你看下一集是这样 他们都可以在上套牌 这会不会 因为常常要求要这个地点 我是觉得 那你也是要讲一声啦 后来也不可以 然后周末 拍到要在床上 我是觉得要 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 真的 真的 真的不是那样的 他也要交代啊 而且为什么要穿浴袍 为什么 我觉得你很奇怪 这件事情 没有 因为 这类型的 这个业配就是 要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所以 我觉得很公分啊 然后 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 真的没有 还没有做 你觉得原本要做 没有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没有 你已经破空了 你已经说漏嘴了 就是原本要 没有 原本就是这样啊 什么没有 我觉得你 不是的 我觉得你还是不方便讲到啊 我觉得是他一讲完 为什么你不要讲 你讲完了啊 我们是打算拍完了 然后才 你是不是喜欢他些 哇 你很厉害 你讲到诶 哪里很厉害 很正常哦 我拿到你啊 你也有结合这个业配 他有结合 可是他在三号开中 你要在酒店 你可以跟 厂商要求他 你可以跟他讲 你问他 他们都可以沟通 在三号开中 你问他 厂商要求你问他 他知道 他是最清楚的 我觉得不适合啊 因为他讲话 像厂商找你 你可以跟他沟通的啊 做么要来酒店 而且不要跟我讲 还在床上 他们拍广告 都没有在床上 喂 厂商给的价位不一样 ok吗 哈哈哈哈 是觉得太多人 他到底会不会是一样 而且是因为 他现在只事情想搞 我 就想要讲 就这样 我不能帮你了 帮帮你了 帮帮你了 喂 分手啦分手啦 啊 我也帮不了这个mother 去追啊 去追啊 哈哈哈哈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怎么讲 你是亲我其实 我都是从去 brother 不要这样从去很难看的咯 你难看 你难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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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你问 你还要讲什么 现在是你隐瞒咧 我现在讲多别哟 你现在问他 他是当事人 他最清楚 你跟他讲话吗 可以 你可以不要讲多话吗 哇 讲多话 但是你不在一起 你不得你跟他 他还要打我啊 可能就那些不过 从当初的问题 但是我们真的 真的真的 没有 没有 要 不是没有想到 没想到 现在搞到人家这样尴尬 怎么 搞人家这样尴尬 怎么 你觉得什么 尴尬 我们问题嘛 尴尬是我们的问题嘛 人家是台湾来的朋友 你们怎么要搞人家这样尴尬 我也不能搞到人家这样尴尬 如果要尴尬这样的话来讲 这样就是 这样就是 再终于 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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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他今天原本以为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给你凭血喝一水 喝水 喝水解渴一下 OK 好满的 这位 可可以为我今天 是要串通她一起来饿整女朋友 但是其实他万万没有想到 再到最后其实是要整她 嚇死了 我害我 你刚才的心情是如何 家庭适合 我想这样 我最讨厌这样 那你刚才的场面 有没有觉得非常尴尬 他讲不出话 他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你现在其实搞清楚 是什么状况 要整理一下吗 就是我不用跟你女朋友说sorry 不需要 我们要跟你说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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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就来马来西亚 就被我们马来西亚的youtuber整了一轮 就是我会记得你们的歌 OK 现在影片就已经拍完了 然后我已经换上了我正常的衣服 所以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前 我在最后的访问一下 Sueger可可 嗨 OK Cherry先问吧 我想问你 你怎么会当水哥 嗯 应该是在一次舞打舞撞的机会 舞打舞撞的情况之下 对 一次是可能想要再找兼职的机会 然后就会 才知道说 我们这一个小宇宙的存在 这样 所以才是 还有另外这个世界 这样 OK 所以就当上了水哥 对 那你在水上面 你都拍 什么类型的影片 嗯 我比较 我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可能我没有实战 但是 我会拍比较是 畏畏风格的 我会演的那种 成人故事的剧情 然后让男生就是 遐想空间 对对对 然后让他进入 比如说让男生觉得说 自己他是男主角 然后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女主角 这样子 所以你的那个镜头的拍摄方式 是不是会是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 还是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 就是男生的视角 这样子 就是男生的视角 对对对 那你就是 在SWACK上面 你是拍 什么类型 不是什么类型 就是有哪几种 形式的影片 有你们的Story Story Story是大概15秒 30秒 30秒的Story 对 那如果说 我们一开始的话 就是Story 就是30秒之内 那现在 在前阵子的话 就有一个更好的就是 长片 因为有 对因为有分子 他们会希望说 不希望那个气氛被打断的话 对 因为30秒不够看嘛 对对 有时候就是那种 OKOK 30秒不够看啊 对不希望 突然被卡掉的话 那长片就是3分钟以上的 OK 所以Story跟长片的差别 在于 时长 还有什么 还有 直视场 想要叙述的故事 还有它的剪接啊 还有 我觉得发展的空间 都很不一样了 哦 对 就要看说每一个主播 他想要去叙述 还有 想要去传达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对不对 OKOK 所以两者之间差别在这边 对啊 OK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谢谢这位 SWACK可可 你们可以到SWACK上面去follow他的ID 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 各位 拜拜 拜拜 我们下集 见 耶 突破60万订阅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万订阅 Woo OK 在我70万订阅的时候 我将会送出iPhone 11 Pro 首先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 订阅我这个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follow我和Cherry的Instagram 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 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 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 把这一家iPhone 11 Pro送到你的家 而且当我抽到你的时候 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 你想要的手机颜色 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 然后再寄到你的家 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 送到你的家门口 那抽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 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 所以不要骗我啊 OK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万订阅吧 WOOOOOO